于天和尼亚皮的女儿于彦琪因为患有职场癌,经历了70多次的化疗 虽然患有癌症,但于彦琪依旧还在工作,为女儿攒学费 前不久于彦琪直播卖货,整个人看起来又瘦了整整一大圈 脸颊凹陷被弟弟开玩笑称像是个骷髅人 于彦琪本人也谈言自己前阵子确实没有睡好,食欲也很差 即便如此,于彦琪依旧仍然认真地介绍产品没有丝毫的携带 网友们也纷纷在下方留言鼓励于彦琪加油,一定要保重身体,祝福她能早日恢复健康 于彦琪抗癌长达8年,好几次都到了病危的程度,但她又挺了过来 身体好一点后就开始工作正前,陪在女儿身边 这段新山经历也曾感动了不少人 几天前于彦琪还传出莫恶化的消息,已经连战都站不起来了 如今太阳龙坐在镜头前,真的已经很厉害了 希望于彦琪早日战胜病魔,快快康复啊 不用化疗了,可是为什么,她已经有抗要心了 她失去她一个最心爱的人,你看她是那种心情 她一直想着她一直跟我讲,想跟着她走,我说怎么很像,小孩怎么办呢